三番市 市长直呼停止借口 呼吁校区拿出详细可行计划重开学校 本周 三番市市府律师修改了对三番市联合校区的诉讼 指控该校区一直没有让学生回到教室违反了州法 要求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重开面对面课堂 不过校区就表示 考虑到疫情下要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 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超过一万五千名学生返校上课 三番市市长布里德就对此感到失望 按照目前学区和工会达成的初步协议显示 当三番市重新回到红色的区域 新冠肺炎传播及确诊率降低 以及所有教职工可以接种疫苗的时候 就可以重开面对面授课 但是市长重申 从上年开始 市府就已经拨款给教育工作者 也对校区给予了更多的支持 目前 校区表示他们有重新开放的计划 但是需要疫苗接种方面以及检测的协助 目前 他们提出的重开计划 将主要集中在低年级学生 以及残疾或是经济弱势群体学生 天下卫视记者 陈鸿佳报道 见恶筑 您的小镜民 我们愿者ata 感谢